面部分的話總共會有S1 S2 S3 S12 我是做大概幾個 那其中的話呢 第一個是放標籤運勢的 第二個的話這邊就是除了可以用標籤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你也可以用什麼文字輸入盒 這個文字輸入盒呢一樣可以把它提到這邊來 不過會有一個問題喔 同學剛剛有遇到 就是你如果用標籤的話 它這個地方會怎麼樣會自動折航 但是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是文字輸入盒的話 它在設計的畫面的時候 會是一行 那你必須要在這邊打勾 允許多行一定要打勾 然後那個高度跟寬度也要填滿 這個字體大概大小設定一下 那我剛剛有講過文字輸入盒跟標籤最大的差別是 文字輸入盒它會有捲軸 也就是如果你資料會超過這個頁面大小的話 那用那個文字輸入盒會比較恰當 那只是說啦 你在這邊看到的 跟實際上喔 就是你將來發佈出去的會不一樣 雖然它會允許多行 那這個意思是說應該會幫你折航 可是為什麼沒有折航 它這個是設計了之後的bug 它應該要折航 可是喔如果你真的做出來 你會發現喔 這邊點進來喔 這邊是可以折航的喔 有沒有它有折航喔 所以 你將來看到的 有沒有 你設計的跟你看到的是不一樣喔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剛剛同學 特別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 不會折航 其實是會 只是說要 在 手機上 才會看到折航 OK這一點 要特別注意喔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樣讓它跳躍 所以跳躍其實 非常非常簡單 比上個禮拜那個 上次那個 對話那個什麼 對話框還要簡單 那怎麼做喔 首先第一個 當然你要先 切到你的 這個主要畫面 主畫面對不對 然後呢 再點選這個所謂的 程式設計 那程式設計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 當我按一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那我就控制什麼 讓它切到 我的螢幕 螢幕名稱叫S01 這樣就可以了 那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裡 我們如果 假設有上個禮拜 上次做的 你可以把它丟到垃圾桶 有沒有這邊有個垃圾桶 他問你要不要3、9、4 就可以把它丟掉了 有沒有 垃圾桶會打開 丟進去 那再來呢 我這個也重新做 這個把它打 也說你程式寫錯沒關係 你就可以把它丟進去 OK 這邊還有 沒有 這太多了 算了 我再丟個意思 底下應該沒有了 那怎麼做 首先 我們先針對按鈕1好了 他說要不要儲存 確定並儲存 然後呢 第一個 當我按一下按鈕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必須要 先點選 當我按下那個按鈕1 按鈕1就是老鼠 那個 12層要數 所以我要選擇什麼 當我按下這個數的時候 當他怎麼被點選的時候 執行什麼動作 OK 其他你會發現 其實 被點選這個才對 不要 選別的 如果你選別的話 可能會有別的狀態才會發生 比如說被長按 所以其實你可以做不同效果 被按一下 跟被長按是不同的 所以你可以做很多機關 我們來看一下被點選 移到這邊來 那要控制什麼 讓他跳到下一頁 那跳下一頁 其實在App Inventor 非常簡單 你只要控制 因為你想到說 當我 按一下按鈕之後呢 那就幫我控制 控制什麼呢 讓那個 畫面跳到哪裡 所以你可以點選控制 然後往下卷動 你可以看到 在大概 快要到底的時候 會有一個什麼 開啟 另一個畫面 其實你們大概可以記一下 就是 這個嘛 控制 然後 卷動到這裡的時候 那其實你只要什麼 把它改一下 畫面名稱 改成什麼 S01就好 放哪裡呢 你會發現 這個缺口跟那個缺口 完全可以match 放在這裡 當 另外一個畫面 開另外一個畫面在哪裡 那你會發現 只要你有做的話 這個畫面 它就會列出來 那因為我要 這個是按鈕1嘛 所以對應應該是 S01 所以我就點那個 S01 好這樣子 就OK了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 之前的程式刪掉 然後換成這個 按鈕2的話也是一樣 當按下牛的話 當這個按鈕2被點選的時候 然後做什麼呢 一樣控制 開啟到 開啟 不是關閉 開啟 開啟這裡 移到哪裡 移到這裡 放開 然後開到 這個S02 這樣就OK了 程式寫完了 OK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 切到另外的畫面還蠻簡單的 假如說 因為有12生肖 所以要做12個 那你們最後 就把它打包 並且產生 APK 那產生APK 之後的話 它就跑完了 不過我剛剛是 好像跑得特別久 不知道為什麼 OK 然後讓它跑完之後 它會有個下載APK 那你只要把那個APK下載之後 再切到那個什麼 這個模擬器就OK了 夜神這邊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點這個 這個 S01的話 其實我是這邊用標籤 把它Back就可以了 Back就會回到主頁 這個有個Back 然後這邊的話有個牛 牛的話這個是用那個 文字 方塊 不過文字方塊 你會發現看不太出來 那可能 比較大的差別應該是 好像文字 方塊這個 它外面有個框框 跟標籤好像不太一樣 另外的話 如果說你這個資料多的話 在標籤不會有那個卷軸 可是你用那個 文字方塊 會有卷軸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所以第一個 跳頁 跳頁其實就很簡單 我們就 把這個跳頁先做完 那再來的話 待會我們來看 那如果說我今天不只要跳頁 我因為在我們的這個資料裡面 還有 除了運勢裡面還有事業啊 還有愛情啊 還有財運啊 那假如說我要能夠怎麼樣 能夠 就像這邊 我應該有做好的 這邊有那個 我看一下是這一個 這個 比如說呢 我希望 當他點了這個運勢的時候 運勢是運勢 就顯示運勢 可是呢 如果他要看愛情的話 那他可以點愛情 他就愛情 事業就出來了 有沒有 如果要點愛情 愛情就出來了 什麼 喔 數的話是 號色 是不是 OK 這寫得有點 好 其實我不知道這裡面寫什麼 我只是從網路上下載的 我只是把他拿來當那個 練習用的 財運 什麼 炒賣股票 OK 好啦反正這個只是一個參考 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重點的話呢 就是說呢 我們如何做出一個下拉清單 當他點選了哪一個項目的時候 他可以跳另外一個項目出來 那也就是一個畫面可以呈現多個選項喔 那這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所以請各位 先試著把剛剛的部分先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